欢迎回来目前淘宝2比0 然后评论期其实说了很多了 这种打法确实需要有个人来拉一拉 稍微冷静一下 而且得有提前量 就是你得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对 我感觉现在 HWAG在第二局比赛打出来的 就像是五个不是很熟悉的人在打五排 然后看苏烈有奔狼有闪 就冲一波烟 也不管最后的结局怎么样 反正冲了再说 对 先把气势打出来 好 那第二把气势打出来了 我觉得第三把应该冷静一下了 第一把的话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有这个气势 但第二把完全有这个气势了 但是有点过头了 我现在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下 这两个队伍目前他们在试惯的积分都是零分 XYG如果三阶段是这个状态 那他们想要去争A组前四是很困难的 A组在这个赛段的话 有着输入KSG 深圳DYG 紧南达大部侠 长达涛博 XYG和南京黑色酒精 如果他是这个状态的话 我感觉他进前四极其困难 如果进不了前四 就没有试惯积分 也绝对没有办法去争这个机会赛的八强 也进不了机会赛了 对 就一下就休息 两个背赛全部打不了 试惯挑背全打不了 再接着他们就是席背赛了 赶紧调整 来看一下这局 这局外方选了红 外方选红之后 蓝色方 涛博是搬到了大桥和沈梦溪 在这个时候套博并不想把这个不稳定的英雄放出去 拿到了肉凯 而XYG搬掉了鲁班纳士和王道军之后 选择了蒙田 那估计是要蒙田进了 蒙田加苏朗香 第三手的时候留个位置选英雄 对 那这样的话感觉还有点变数 嗯 还要确保自己的打野位置一定优势 公孙黎 公孙黎这个英雄亮出来 首先你这个露娜绝对不可能会选了 对 夏洛特 夏洛特再一出的话 还是可以出镜啊 感觉镜和公孟都行 打对面这个阵容 嗯 选镜的话会前中期强一点 嗯 包上你的名号 XYG的粉丝 挑战你能拿一分对吧 现在选手们的压力也很大 公孟五藏 其实在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啊 XYG的比赛是拿到了三个积分 三胜两负 在晋级分上的话 除了DRG之外他们就是最高的吧 对的 小分是四个小分 虽然比赛有经常的去打到什么三比二 但是基本上都是有金无险能够赢下来 然后最后一个收关战的话 也是交手的长达涛博 他们还三比零 凌峰的对手 每个阶段他们都是三胜两负 对 打的还是中规中矩的 而且是属于同组里面稍微偏上一点的水平 是的 张飞扳掉 蔡文姬扳掉 再扳一个游走 苏烈也不给长达涛博 这个赛季宾城的苏烈也有着50%的胜率 六战三胜 是他出场率第二高的英雄 泰伊姬 今天这个鲁班纳斯 我估计XYG是不会再放给涛博了 百分百胜率的鲁班纳斯 七战七胜 本身就是宝兰安的一支队伍 如果再给他鲁班纳斯再配上一个大射体系 一旦给涛博打到兰安发育成型之后 那XYG想赢是很难的 对 选择了泰伊真人 东黄泰伊吗 对面有一手泰伊在选东黄不合适吧 不是很好打 大招换大招是亏的呀 对 金蝉 选金蝉的话我觉得那东黄可以换一个 因为有点重叠了 不客观的说 刘邦 那你中路得换吗 你选刘邦中路就得换了 要不然伤害不够啊 赶加莫爷 赶加莫爷用来打蒙田 然后配合就消耗壮香和泰伊 这个组合还不错 刘邦的话他也能保证自己家这边夏洛特担待的时候碰到工本不怕 对金蝉你不要我要我的金蝉加到蒙田 蒙田90%的免伤 但是金蝉这个点的话 对线打干战莫爷不是很好受 太容易被消耗了 金蝉锁了 前期这里的话 XYG这手金蝉加泰伊 这个中斧上面还是挺强的 他们清线很快 对 可以立马抢二 然后配合着战和刀视野去打状态会特别厉害 然后上一局比赛是XYG他们的集火有点分散 然后这一局比赛有个金蝉在 我给你框住 这个集火你应该不会再有问题了 那那不会 对 这这把集火肯定会打得非常的集中 但是也不能盲目的都打给凯 因为这局可能会是凯更多的去吃这个技能了 还有个刘邦在 刘邦给个盾嘛 这道阵容 涛博在代线能力上是要更强一些的 而且对于公本五藏来说的话 虽然说他在一对一的环境之下 在同经济打下游特是不虚的 但是因为有一个刘邦 所以可以瞬间形成一个二打一 这就会让公本五藏比较难受了 在对线层面的情况是 秀斗的孙上枪打攻顿力也还好 就是中线拳他们比较难掌控 刚刚黄超也说到了 这个中线手长打手短 干架莫爷的出现 让锦师这把在中路可能会比较难受 视野是关键 因为金蝉这个英雄你要帮他抢线 你得保证他有视野 他有视野的情况下 卡前点直接二技能一放 然后自己在其他人补个输出 一下子一波线就清完了 对 但是你如果让金蝉在中路没有视野 视野上被套博这边压的话 他赶紧要发挥起来 这XYG只能频繁被消耗 频繁被打状态 然后自己这里的话就没有办法去打轮转 去帮助其他线上的队友了 没错 这把XYG还是要出中线节奏的啊 一定要把小节奏起起来 配合锦师的这个金蝉 圈一个打一个 所以中轴很重要 而涛博如果能够把中轴空下来的话 那到了逼迫着XYG如果在中路抱多人强中 这个时候干架莫爷的效果就能够最大化了 来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三局 在上个阶段的两个队伍的交手 XYG是3比0战胜了涛博 目前涛博是2比0了XYG 似乎他们是想着 以同比分复仇来的 但是不知道这局比赛能不能入他们院 XYG也要全力以赴博下这一局 对于二阶段的 对于三阶段的A组队伍来说的话 小分是不能丢大分的 来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蓝色放长涛博 红色放XYG 我是瓶子 我是黄超 现在把时间交给现场观众 我刚刚摇起的是苏默 苏默今天在现场 没去看演唱会 今天不是TF不为10周年演唱会吗 刚才开局的时候 太乙真人 他并没有选择去帮金蝉 一起抢这个中路 而是选择去下路 帮秀斗先建立优势 怕秀斗在一级的时候 被蓝恩这种狂暴攻速力给压了 好 打破老师还给了个镜头 给到了苏默 苏哥 没关系 现在是赛点 开心一点 演唱会不开 没关系 比赛感觉要赢 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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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箱没去 对 双方箱没跟过去 其实这一波河道是没人卡的 攻本过来帮忙抢一下 那太乙就可以回下了 金蝉 给了个往下的假视野 自己也没往上走 还是往下走了 在中路徘徊了一下 上路 卡利波线上 久不久过来一起吃 这波攻本直接动手给大招 好 很暴躁 夏洛特 交闪赶紧跑 发现打不了 强度不够 哦呦 除非是那种情况下才能打 就是蒙田他没有直接开打 对 就那么直直的探进来 直直探进来的话 吃夏洛特和凯 开打一套的话 这个蒙田可能就要先交闪现了 对 但是他是开打直接顶的 就打不动了 现在打的还是比较温吞的啊 XYG这局是一个双核要发育的啊 苏尔虾和弓本都得吃点经济 然后金蝉 金蝉这个点的话也只是一个中后期的保镖 金蝉消失了 这波锁到甘家莫爷了 对 打了一波状态 卡后有个血包 所以不用回家 哎呦 上路 夏师傅打蒙田确实不好打 对现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之下 就被单方面压制 虽然说他可以用位移去躲叙利猛击 但是他切个方圆阵你就没办法了 是的 四面八方躲不了 虹天没大的时候 夏洛特就可以稍微凶一点 对 但现在正好还是攻本的刷野路线 刷到上面的时候 嗯 来过来几个视野 让甘家莫爷可以拿线权 金蝉 我们的一二销好上很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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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万之杖的应该是去护打 刚还是下坡 接眼风抗 我顺利做出了莫氏 这么快四分钟 防御塔护盾消失 他是裸的莫氏没出血 他是裸的莫氏没出血 车出击 虽然好像这里也顺啊 爱你战斧加上之靴 对 但还有泰椅啊 这不一样 他带了一个提款机 而且这把金蝉 更多的是往下路偏的 有点在保着袖子在打 嗯 龙野拿下 浩博要换节奏 直接转上去压蒙田的塔 那双方是要互换一下外塔了 浩博在这方面做的就是比较好的 他知道在跟你这么僵着 我下路肯定是烈士 没办法给你打 你双方已经爱你战斧了 所以他选择了这种B7锋芒的打法 拖自己强势器 嗯 这个阵容就是要拖夏洛特装备 等到夏洛特装备好起来之后 配合一个刘邦 首先他丹带就无敌 哎呦这一波出伤心伤害真高啊 一波秒了 而且9月公本拿到了双杀 这波9月机会抓的特别好 正好赶过来看到你两个人的站位很集中 你在那种情况下公本飞过去 一刀可以砍两个 对 然后追着砍也是继续一下子打两个 一直砍一直砍 而且他们是站到了一起 经常的伤害也打满了 是的 看一下这一波 带线带深了 然后自己视野暴露出来 你看这一波 紧箍之咒加九环之杖打满 公本五藏也砍满 蓝蓝蓝有点不果断 他果断一点直接把冰城卖了就行 对 跑就好了 哎 这个位置是找到了警师 干加莫爷直接跟上两件加凯的伤害带走了 这波是打了一个中路的掉点啊 在少人的情况下想尝试进一波野区 或者说就是拦截一下你的位置 让公团的下路拔个一塔 要小心一下蒙田 蒙田这个位置很能威胁到干加莫爷 干加莫爷已经交了一了 那这个蓝buff没有先打 让蒙田过来逼了个位置 把涛博给逼走了 因为涛博下路没一塔 而且XYZ也能顺势把河道视野空在手里面 对 这样的话 这波中线他们就能吃了 从中期开始避免不了在中路抱团抢线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暮色的消耗就尤为关键了 XYZ抢线过程当中真的得好好注意一下站位 别被暮色过多的消耗 嗯 张角有点像AG和D2G的情况 现在四个人全部都看好了XYZ AG和D2G是让二追二的 XYZ冷静下来之后 也打回了在常规赛第二阶段的这个感觉了 现在已经慢了下来不上头了 这把的阵容也允许他们慢 嗯 现在孙上香的经济已经马上要领先 公孙黎一千块钱 此时的XYZ还空下了一套主宰 中路的线抱的也很紧 帮助孙上香把线抢到手 公孔五藏的经济已经在对位下洛特上领先了两千块了 这个巨大的经济优势 他一打二也不怕了 对 涛博是没办法处理的 就算刘邦传过来都不怕 今天小E的那把公孔五藏发育的也很快 这把九月刷的也特别快啊 嗯 七千块了 才八分钟的时间 这跟他上路一波双杀有关系 节奏带的好 但这把他的公孔五藏的发挥要比小E那把的公孔五藏要好发挥 因为这一局比赛可没有亚连 小E那把是对手一个亚连 亚连七千斤几跟他公孔五藏 一万斤几给后排的威胁力是一样的 而且这把没有装周 嗯对 也没有装周在 所以他进场很舒服 中路继续摩擦对着青线 然后双方各带一边 这时候套博是选择让公孙离去边线发育 嗯 没让他在正面 把夏洛特放到正面来了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 其实合不合的跟阵容真没关系 是的 套博的队伍就是以蓝恩为和 但是现在蓝恩的经济是越差越大了 不知道这把蓝恩能不能养起来啊 套博这个队伍 他就是比较偏射手的 最早小鹏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 夏洛特这位置回城没有去找他 进野区 上去 包住 直接打 凯倒了 躺不住 连凯都躺不住 攻不住 直接锁到了后排 流氓给大招还是保不住啊 就硬杀 连防御塔一起带走 但是这波9月被防御塔给带走了 那刚才秀动这里一个翻滚过去 是把公孙离给杀了 直接爆掉了 夏洛冰线很不错 他们想要推高地 赶过来 虽然他点打车很快的 这个兵线没人可以清掉 10分钟的时间 XYG拔掉了套博的下路高地 再转中 中路的一塔也能拔 还能再把蓝区反掉 蓝区反掉 然后转一圈 把野区全刷完 然后等着自家打野 来到正面可以开龙 一下经济杀就6000了 这个阵容6000经济还是很好赢的呀 现在这局面就是你只要人往前一站 经常直接给光 对 来看一下正面 先起火 凯开了大招半血开了大 直接被秒了 然后紧接着正面冲进去 公孙离这个位置 太义阵人二技能 拉炸到之后 顺上枪在旁边补了两枪 正面是直接越来下路的二塔 切掉了有刘邦大招的干加莫也 还推了一个二塔 浩博想带线牵制了 已经把刘邦放出去带线了 对 夏洛特一个绕后卫 但是正面没有人可以给压力 这个正面没有人可以上去开团 是一个消耗性阵容 孤村这位置很尴尬 要打 夏洛特进来 再来想进去刮 打出了一个复活 他已经把复活给到了 在站起来之后 修斗最中还是被切死 这波进风 状态不错 再来一个大招 进去之后继续跟着蒙田打 今晚这个位置也活不了 又是个清晶光芒剑 一波团然打了一个二换三 这么狠啊 这顶着多大的经济差呀 6000的经济差吧 哇 进风和顾星这一下前后包夹 加上一个天降神兵的刘邦 夏洛特一波团打完 把虽然他两场命欠完之后 他居然还有三分之二的状态 让顾星的凯在里面扛了所有的输出 有点恐怖 这波真的有点恐怖了 这经济都限制不了进风的发挥啊 这波龙是差外级拿到了 可是在套婆打赢了这波团之后 中路的一塔顺利的推掉 还是得让弓门五脏去盯一下这个夏洛特呀 或者说让金蝉留个技能 对 对 框他一下 让孙上枪一技能翻滚出圈 让夏洛特贴不到他 对 然后孙上枪自己这里也有个闪现 嗯 夏洛特他还是挺好躲的 多利用强体嘛 多利用强体做位移 没错 宫门五脏也是多位移的英雄 跟公孙离的话可以互相限制嘛 公孙离如果想要躲宫门的大招 必须把大招往身后放 对 留个伞 龙抢掉了秀动 秀动 隔墙普攻 这样的话 XYE可以重新把节奏拿回到自己手里 是的 原本的话套婆如果拿到了这一条暗影主宰 可以处理一下下路的这波烈士线 或者说直接给中路压力 对 都可以 但修动这一个强后翻滚 抢龙 超出了副星的判断啊 他想的是自己手里有成绩 但是孙上枪的斩杀线太高了 继续压制 先打消耗 然后让刘邦去处理下线 对 这波金蝉大招已经交了 那我觉得套婆会等金蝉大招结束之后 选择打个架 来 夏洛特就被开了 大招上去 夏洛特回头放个大 先骗了一下 想骗刘邦传回来 但刘邦这里没有上当 大招还捏着 不过夏洛特的苍穹是交了 还怕被秒 我干将 闪线被逼了 是的 开这波已经没有大招 刘邦也没有大招了 夏洛特一步好进 顺着龙兵过去可以继续把中路高地 三高全破了 再回去继续搜一波野区 搜刮完了之后 自家的野区也好了 把自家野区一刷 就可以去开这条暴君 感觉经济马上要饱和了 夏洛特是已经省装 双斜省装 就是夏洛特进风的一波绕后啊 把局面暂时稳了下来 但是现在依旧是XYG拿到的三高优势 看看这条龙 这条龙还是不敢抢的 淘宝的站位 让凯顶进去 想抢龙没有抢到 对 还是XYG的龙 起火直接秒掉了开大的凯 正面夏洛特想进去是被蒙田卡住了 完全顶不进去 那现在凯没了 他们缺少一个大前排 想让刘邦去扛的话是扛不住的 没错 龙田 紧住 龙村里不敢输出 怕经常框他 刘邦闪找后面的 是的 夏洛特直接进场 刘邦给大招 直接给到了夏洛特 但孙杨直接翻轨出去 这一波拉扯了开来 回头给一枪拿到双杀 带走了夏洛特 龙田还有个复活站了起来 竟然又给了一个框 框到了甘迦 中路有兵线 龙村里上去想继续点 孙杨过来直接跟上一枪 孙杨直接控到了他 孙杨跟上方法 带走一个 我们再来一枪 又点到了甘迦莫言 一波团面让我们恭喜 XYG 翻回一局 状态回来了 我觉得继续 可以给九月拿野盒 是的 就这个状态 目前对于XYG来说 要保持住 这场BO5前两局比赛打的 所有对于XYG 关注的观众来说 都是非常揪心的 但这一把 他们稳住了 而且拿到了属于他们自己擅长的野盒阵容 前期也没有打得很凶 抓住机会之后 就不断的滚经济 就只有一波 被下路头的绕后没有盯好 但是经济差足以支持 并且秀斗完成了一波抢龙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节奏慢下来之后 梳理一下局内的逻辑 我觉得这场XYG打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好太多太多太多了 因为其实在前面 前两局看下来之后 我们去对XYG的担忧 已经是可能随着每局比赛的竞争要增加一点 那这局其实很冷静 而且对于局面的判断非常的精准 在对面有长沙刀脖这边拿到干姜的时候 这个点是非常好发挥的 但是最后这一楼金蝉让他很难受 打团的时候你的伤害是打不满 并且前期没有给你抱团打架 你的被动层数没有跌上来 你的伤害是不够的 所以你看到打团的时候他蛮刮的 然后包括在上路那波金蝉的一个限制 那一波本来打的是刘邦 结果把公司力给害死了 是 我觉得就可能一个连锁反应 没有很好的处理到一个局面 我觉得 呃 节奏明显就是两个队伍嘛 嗯就是 我是觉得XYG 这一把做的最好的相对于第一第二把来说 他就是没有强行去搞事情 是 他该对线对线 该给你打线上打线上 然后我该发育发育 该干嘛干嘛 就是 就涛博他还是一个见招拆招的队伍 他不会主动出招的 就你如果要强行去干事情 让自己的那个失误率的话 直线上升 给长沙套博抓到机会的话 然后平推你 然后你就很难受 就是第三把看完的时候的话 就 能看得出来的话就是 XYG是可以驾驭这种类型的阵容 对 他今天晚上的比赛 他可以不需要用头去撞 然后 给自己撞的头破血流的那种方向 觉得说 这一把看上去就是该有的都有 然后前中期的节奏 团战思路的唯一有一波失误的话 就是在黑豹团 黑豹团的话是光头跟蒙田 对蒙田的话去处理阿里 然后被阿里换掉了之后的话 才让夏努特进来把C切掉了 除此之外的话就没什么大的失误了 那一波之后确实就开始去注意进风这个点了 对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XYG这把状态好 还有很好的体现 就是他的节奏 都他的每一波团战和架 都几乎打在节奏点上 就我在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开龙团也好 或者说我上路我就是游过来 配合金铲家公本 我就打你一套上路 就是正好都在这里 他是在节奏点上发生的团战和人头击杀 他前期打出一点小优之后 他并没有着急 也没有再去盲目的开团了 就开始稳定发育了 因为这个阵容跟对面拖是不太虚了 反正有太有相伤 军事拖他都不是军事 因为他这个钱可以滚的很快 整体的话就是看着节奏稳下来了 就是看着节奏下来的时候的话 然后XYG的话就开始慢慢的 然后去做事情 然后有条不稳的 就不会强行去做这些事情 打得更像一个队伍了吧 对 我这次真的是一个很好状态一个体现吧 但是对于TOP来说 就比如说上路 刘邦那波 然后带到公孙林 那真的是也确实非常不应该 本局MVP给到了9月公本 但他们这局BP思路也很有意思 因为在对面使用掉赵怀珍 包括夏沃敦之后 这一都给他放出来了 没选抢对面凯 是逼对面拿公本 他其实是以为对面会拿露娜 对露娜 当时我们想的是露娜是最好的 他突然拿了个公本 因为看得出了阿里了嘛 三楼留了一手打野的Counterweight 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哇这里就是前期的节奏点嘛 然后包括中期的时候 也尝试去给对面野区的视野的时候的话 然后阵型集火打的都挺好的 然后正好也是对面有野区 然后公本的话 这里配合队友的话 一波绕后切 就是正面直接突进去的话 然后把长沙套博正面的人全部吃完 对长沙套博其实正面挺慌的 因为一个刘邦不在 然后一个夏洛特也在想办法 那正面的人真的不太敢往前击 对 是的 这一波黑豹这个地方 这里应该是终结团了 就打的像一个队伍 要比第一第二把打得好太多了 对正面有人卡位置 然后后面有人来切了 就所有人暴击 我先集火掉一个点 就其实团战逻辑也是非常缜密的 太一阵人先过去炸第一段 然后配合进山后面紧箍之后 再拉你第二下 就是其实整个团战进行的是 非常有条不紊的 所以怎么说呢 蛮欣喜的 因为我觉得在第三局 XYG属于一个这样的一个 觉醒状态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难 当然就现在 因为前前面两局 BP埋下的坑太多了 亚连下后蹲 包括像赵怀珍 其实都是我觉得后面 XYG需要好好考虑 在班位上面的一些英雄 还有一个神龙锡 是还有个神龙锡 对 所以难题比较多 看这种前期能不能出优吧 因为XYG在不出优的情况下 刚刚这局是有太乙 所以他也不着急 就慢慢跟你打发育都行 但是下一局 他们就要好好思考一下 我觉得降速这个点 肯定还是得继续做的 不能说还是上头着急打架 我觉得还降个鬼啊 冲嘛 就是警戒上一把的那个DRG与AG 对吧 第二把也是拿头撞了一波 然后直接给自己撞 撞撞撞没了 然后第三把的阵容节奏开始降下来 然后第四把又撞了一把 然后第五把 然后打终结比赛局 但你至少要把比赛能够拉到五把 因为小分很关键嘛 是 但是你要跟他冲的话 你像对面弹也这么多 夏侯敦跟赵外震 你不可能说全部都上班啊 所以网儿是可能会拿出来点 就是他现在冲的话 他不可能像第一第二把那个样子了 因为第一第二把那个样子 不能那样冲 是 就稍微有理智了 对 就要做更多的一个节奏判断吧 因为我说了上一场比赛 上一局 XYG就打出来的节奏点 包括人头的一个技杀 都在本场比赛的节奏点上 这就是我觉得相比于 就可能第二局 就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差 第二局 第二局它是个什么 就是一个可能相对无序的一个团战 就是我想到我就开你 我想到我就想跟你打一波 但是其实上一场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进步的点 就在于状态回升之后 我的这个团战的思绪和逻辑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我也认同张角的这个点 因为XYG本身骨子里打架的东西内容是比较多的 那既然如此就是打更有条理的架 或者说打更有条理的莽撞的这种形态 我觉得可能在当下这场比武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OK 比赛马上开始 让我们时间交给金熟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